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北继续回来到国家上 在中医里面一直讲到这个新主神明 刚才王教授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观念 就是说其实人肉心脏 就是每个人自身的人肉心脏 它很微妙的那种颤动和跳动 而人工心脏它就不能做到这样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人工心脏大了那么多的功率 但是它却不能够取代人肉心脏呢 假如我们回头看血液流理力学的研究 几位大师都讲过这个话 所以他们过去所有的研究 都是重视这个稳定流量 因为他的立场是说 我只要制造出来一个血流就好了 对啊 流全身就好了 现代医学盛行的血液流体力学观点 是以动能理论为核心的 这种观点认为 只要保证人体有稳定的血液流量 血液循环就可以正常进行 但是王维公的共振理论认为 这种说法忽略了血液循环中 最为重要的血管压力波 未能的共振与传输现象 而这种现象也正是 中医传统辩证理论的基础 那么它这个人工心脏在设计上 它基本上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 它一直认为稳定的流量 才是送血的重要部分 所以它整个这个pump的设计 跟个蹦 它不是 它是连续的蹦 就是一直转 就跟我们现在的马达送血一样 所以是一个稳定的往前流动 但是这个稳定往前流动呢 它没有拍子了 所以它这个心脏呢 就不再是个指挥家了 它变成个 变成个那个河道的管理员了 它不是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家了 它变成是 开那个河里头 那个闸门的那个河宫了 所以这个水呢 就只是沿着河这样流下去 但是它沿着河流的时候呢 就碰到很多困难 它一出来你看我们的心脏 一出来就碰到这个主身动脉 它这个弯一打呀 这我们心脏血 上去就弯下来 它这么一弯呢 那个流量能量就消耗很多很多 它这个一消耗呢 所以它那个马达的数啊 瓦数啊 一直要提高 否则它渡不了这个难关啊 弯不过来嘛 所以到最后呢 这些器官都是怎么了 就是肾脏里面也瘀血了 肝里面也瘀 尤其肾脏 它就瘀血了 它一瘀血以后 它功能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人工心脏呢 到现在虽然可以让人活一下子 而且它打很多的抗瘾血剂 人要打点滴 绑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加护病房上面 但是呢 到现在 美国的药物食病管理局 还是不通过它 因为它怎么 它没有办法 让人真的依靠它 让人真的依靠它可以活下来 那么它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没有抓到循环的基本原因 那它不可以做一个 按照心脏那样 就比如说每分钟八十下 就这样 崩的这样一个节奏 第一个就是 到现在为止 它们还没有这个观念 就说 所以到西医到现在为止 它对循环的基本看法 还是就是靠这个流量 就是就等于我扔个石头 它自己一直往前飞 就是这个观念 就是它一直往前飞 它没有这个打拍子的观念 它没有是压力在输送 是声波的形式 是器官跟心脏 要共振的这个观念 然后呢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 它对我们的一些 常见病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会举一个例子 最通俗的 病最多的高血压 根据全球高血压影响报告显示 高血压患者在世界范围内 现逐年呈增长趋势 2007年 全球患病者高达10亿人 如果采取有效措施 2025年前将有15.6亿人 患上这一疾病 关于高血压的病因 西医认为原因不明 饮食不合理 肥胖 高龄 都可能引发高血压 同时 西医还认为 高血压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终生疾病 患者必须服用降压药物 才可以控制血压 保持正常 但是 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的认识 到底正确与否 高血压 这一无法治愈的疾病 究竟又该如何治疗呢 高血压 高血压 其实主要是因为肺功能不好 现在大家就会觉得奇怪了 我肺功能不好 跟血压高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想 那么又跟干火有什么关系 那么你现在你仔细想 我假如肺功能不好的话 我血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含氧量不高 那么我血要送东西 送到组织里头去 有几个目的 简单 第一个讲 送氧气 第二个送营养 还有一个很重要 排除废物 对吧 废料带出来 所以主要严格讲起来 血在我们身上 主要是这三个角色 其实第一重要的是什么 氧气 因为你不吃饭 你可以一个礼拜二不死 可是氧气 你五分钟没有 你脑子就开始死了 所以你看那个内经里面强调这个 手缺氧手就麻了 眼睛缺氧眼睛就看不见了 鼻子缺氧鼻子就闻不到了 他都讲了 他都知道 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呢 血不到 血带的里面第一重要的 立刻致命的 就是氧气 所以当你的肺功能一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一定要增加你的送血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血压就会怎样 增加 增加 那这个时候 因为你这个血里面缺氧 所以你的缺氧量 是整体的 是你的血液里面的 总的含氧量 每个地方都低 所以他要怎样补救呢 他一定要用心疏压 就是你的低血压 要上升 因为低血压上升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身上 每个地方的循环 都拉高一点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我每次看病人的时候 你他的低血压 高起来的时候 我一定去找 他的肺的部分有问题 哦 所以呢 刚才我们聊了一个话题 说这个高血压 中医看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呢 包括王教授他们看的 是因为肺的功能不足了 换句话来说呢 是那个氧气不足 其实也就是说 当肺弱 就筋弱的时候呢 肝火自然就强了 对 因为我们就讲 筋不刻木了嘛 对 本来应该是筋刻木的 对 五星人来讲 筋不刻木了 那肝火就强了 接下来 所以呢 所以说实际上肺弱和肝火强 和那高血压 都是 都是对的 所以肝火强 木强了之后 那自然心就是煮火嘛 心火就会起来 对 这就是心造病的 心脏病 用您的话来说 心脏病的原因 心火强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肺弱有关 对 就是含氧量不够 对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理解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换句话来说 以后治疗心脏病 可能是要呼吸新鲜空气 开始入手了 上次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有一种理论可以证明 中医不是过时的医学 但是要从心认识 我们的心脏 它的角色 它不是一个压力泵 它更像的是一个打智慧家 打智慧家 揭开心脏神秘的面纱 人工心脏在设计上 它基本上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 它变成个河道的管理员了 再寻中医理论的奥妙 为什么中医会对 也就是这个 因为有个心脏在打牌子 这个就是共争 国学堂之身体物语系列 生物物理博士王维公 用现代物理学原理 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医的智慧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刚才王教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念 他说很多人认为高血压是心脏的问题 但是根据五行的原理 根据他们的研究 也包括他们的科学研究 发现这个心火旺是因为肝火太旺 肝火太旺的原因是因为筋不够强 筋不够强就是肺不够强 那如果用他们的系统来讲 就是因为由于血液里面的肺活量不够了 所以血液里面的氧气含量不足 导致了最终心脏的供血量要增大 才是有高血压的这样一个嫌疑 对 而且这个缺氧 我现在就是把在这里稍微再延伸一下 这个肺的缺氧可以有好几个原因 比如说抽烟 抽烟是我看到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抽烟 只要一抽烟 这个人抽个一年两年以上 他的肺的功能 就是我们在脉里面看 他的肺的脉就一直下去 而且他组织的结构都变了 就是血分的入血分去了 所以他的肺变得很差 而且这个很糟糕 我们很早就已经观察到了 那个人说他戒烟了三年五年了 回不来 所以你烟最好不要碰 你碰了 你不要戒 不是不要戒 不要戒更坏 你戒的时候 从戒的那个时候开始 他不会更坏 但是呢 你想要回来 很慢很慢 不是不会 非常慢 所以对这个 尤其年轻人 你虽然说我只吸了 我以后戒掉 没有那么容易 你吸了三年 你可能要戒十年 而且你要一直复戒 他才有机会 回到你吸烟以前的 那个肺的脉 那你这么说 我们就很沮丧了 对 就没什么机会了 就是烟 但是你不抽 继续恶化 这样子 继续恶化 所以抽烟 它带来的伤害 不仅仅是把肺嫩坏了 关键是因为 抽烟之后 令到肺坏了之后 让我们身体的 含氧量变低 变低了 变低了之后 给肝脏带来更多的副作 肝脏的负荷 最会影响到心脏 心脏 而且它的影响 这个待会 这个慢慢 我再来讲 今天我们先集中在高学 那另外一个 很奇妙的就是 这个我也看了很多 就是说 他经常是 他在肺这个附近 被打伤过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在研究脉诊的 一个意外的发现 因为原来 你就看中医的古籍里面 很少对 旧伤 着墨 很少 你几乎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真的在 看到病人的时候 很意外的 几乎旧伤是 所有慢性病的 你假如说 第一因的话 就是他 最大的一个原因 很多人可能小的时候 摔了一架 自己不觉得 你会好了 对 其实导致了他 60年之后的慢性病 对 老血痠 不要到60年 或者30年以后 就已经可能会了 就病了 或者是他这个 荡秋千 摔下来 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只要在肺的 这个部分 就会引起高血压 高血压病人 我大概有上千了 低血压高的 几乎都是肺 要么是你抽烟 要么就是 以前得过肺病 最多的是 肺部受到某种的 外伤 外伤 你刚刚说的外伤 是有包括这种撞击 撞击 打到了 踢到了 从而撞到了 从而 肿得很厉害的 一定要肿得很厉害的 后来你好了 旁边也好